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七 今天借朋友的车去练一下 因为我拿了驾照四五年了 也没有开个车 所以说今天借朋友的车 出去练练车 他拿驾照也才几天 我们一起去练一练 找一下感觉 好了 我们现在出发 在路上练 等下开个车比较少的地方 去练习一下 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往前面开 刚刚过了几个红利灯 心里有点慌 看到很多车的话 心里有点紧张 现在准备起步了 刚刚练了一下 然后有点累 现在坐在这里休息一下 喝杯水 天气好热呀 现在准备接着再练吧 在前面是工业区 还在厂房里面 宿舍 衣服都挂满了 做了很多厂里来上班的 这两边都是商铺 很多人在这里做生意 现在在这条路上练 因为这条路 车比较少 所以说练起来的话 胆子大一点 主干道的车有点多 练的话就有点害怕 因为刚拿驾照 到手了才几天 所以说先适应一下 感觉开的还不错 开的挺平稳的 开的多认真啊 所以说刚开始开车 心理素质一定要好 不用紧张 也不用慌 用你的心理素质不好的时候 前面有车 或者有车强到便到的时候 你就很紧张 你就不知道怎么去控制 如果说心理素质好 就慢慢开 不急不忙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通的很好 这里很多厂下班的 在local 打饭吃 很多很多人在厂里 这边有几个大厂 好了我们现在练一下倒车 倒到这个库里面 这个小车跟这个大货车的 中间的这个位置 有这么宽 我们来试一下 看能不能倒进去 现在准备开始倒车 来车了 我们现在倒一下 好了可以倒了 往这边倒 刚开始学倒有点不会 在这路边上又有车 车来车往人行从这里走 所以说想倒到这个框里面去 这么宽 也不知道怎么打方向盘 到了半天还没倒进去 找不到感觉 好倒倒 好了现在准备往这个里面倒 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倒过来 因为新手 最怕的就是倒车入库的感觉 有点蓝 因为现在刚拿驾照 之前有教练教怎么看哪几个点 现在没有教练教 完全凭自己的感觉 现在在练习倒车 我估计有点悬 还是没倒进来 倒的这样斜着 总感觉好像不够一样的 倒不好 倒的屁股摆不正 好了再倒一次 看能不能倒过来 好倒倒 倒的太死了 倒的太死了 摆不正 好前前 吓死了 它撞到了 新手停车 太难了 不知道过位以前 考驾照停车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感觉这条马路也挺宽的 然后这个车位也很大 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 是不是很宽 你看停止了 还有这么远的距离 但就是倒不进去 大家看一下好险的 差点撞上去了 倒倒倒 不能再开了 再开撞上去了 撞上这个货车了 就差这么一点点了 撞上去了 倒挡挂倒挡 不能前进了 大家看一下 已经 已经差一点点 就撞到大灯了 现在已经出不来了 现在 现在已经出不来 卡得好紧了 现在搞麻烦了 已经撞上去了 但是 退的话也退不出来 车总是往前溜 越溜越近 哇塞 现在搞麻烦了 麻烦大了 现在搞麻烦了 真的麻烦 我现在真的又急又好笑 各位大家看一下 现在什么情况 看一下 现在什么情况 现在再退一下 看一下 再不能往前进 前进就不行了 好 现在出来了 哎呀 吓死了 好了好了 看一下插破皮了没有 看一下 还好 还好没有插破皮 哎呀 往后再倒一点 哇塞 刚刚好差啊 已经碰上去了 顶住了这个牌子了 太吓人了 哎呀 今天真的是吓死了 吓死了 好了好了 不要再不要再开了 再开 等一下又弄进去了 太吓人了 真的吓死了 又是个溜坡 又不知道踩着刹车 踩着离火 都不敢松 一松往下溜 生怕撞上去了 借别人的车 撞到就麻烦了 现在把车开出来 刚刚把车也倒出来了 好险的 差一点点就撞上去了 就是差 一公分 就撞上去了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